大家好,我是戴班小雅,汪小飞与大S结婚,冒离婚危机 世界观news讯汪小飞应在微博激动的发文内容 引爆了与大S离婚危机,不过有网友整理出过往汪小飞在微博发文的内容 直呼汪小飞太有趣了,而本尊深夜转发这则内容 应直呼,我老婆是第一 网友整理出汪小飞过往在微博发文时 时常善用编辑功能,像是帮小S身高增加两公分 或是发文找寻失联的旧友,还曝光人家前女友的名字 看国歌坐胎叫,而且还出现胎动情况,儿子怕地震哭了 又只说一个男孩子有什么好哭的,被网友笑称把微博当成朋友圈使用 汪小飞深夜转发这则贴文,并写道爱所有的家人 我老婆是第一,显见她还是很爱大S,极力要挽回 不过随后她又删文 但有网友发现大S已取消关注汪小飞的微博 看来似乎还没气消 大S自要与汪小飞离婚 有网友认为这背后可能还有个原因 她此举其实是在救服 因为汪小飞在微博上激动的发文内容 很容易挑起网友护占的情绪 丢出离婚这个震撼消息 可以转移掉一些注意力 两人的婚姻也还有一些挽救的机会 汪小飞转发网友贴文 应大赞大S 编辑张一佳 欢迎点赞关注小雅哦